骁龙战机是中巴合作研制的一款轻型战机,具有很高的性价比,特别适合一些物力购买美额等国先进且昂贵三代级的国家。 据了解,骁龙战机整机价格啊不到2000万美元,仅相当于美国F-16CB的四分之一左右。 但是配备有中国产航电系统的骁龙战斗力是接近F-16CB的70%,不过随着近些年战机的发展,特别是四代隐身战机的日益扩散,骁龙作为一款轻型战机应对隐身战机显然很无力,基本身就有航程与的弹量上的缺点,并且仍有的设计和性能已经显得落后。 骁龙虽然也进行了改进,但是仍然显得不足,于是隐身版的骁龙就被提升了日程,即便在弹量和航程无法实现较大提升,隐身能力可以。 近两年以来,程飞正在FCE骁龙轻型战斗机基础上,研制隐形骁龙的消息不断。 这种战斗机定位于日本五代,半隐形战斗机,一旦研制成功或将成为国际军火市场上一个全新的选择,是必将成为美国向亚太国家转离的F-35闪电II隐形战斗机的一大对手。 骁龙型两侧进气战斗机的隐身或改造,突射一架新型战斗机前机身采用了显著的隐形设计。 雷带照边缘,有句齿,这是天二十,FC-31等隐形战斗机必备的一种设计,全新设计的整体是隐形座舱干。 低成本,也是骁龙隐身战斗机的关键词,穷国空军,用不比骁龙贵许多的价格,就可以买到的低成本隐身战斗机。 打破高富帅国家对隐身战斗机的垄断,然后是进气道的隐身化改造,集体的隐身化改造。 如果隐身化要求不高,机体的隐身化改造可免。 其中机体的隐身化改造,要求弄平下机身,这样导弹的败买改造就容易得多有统一的败买深度。 外置隐身弹舱,也同样拥有统一的外置高度。 根据消息来看,该战机和弩,有可能是半隐形战机,无内置弹舱设计,采用双锤尾,最大其中二十八对,相当于三代重型战机。 因此,异形骁龙可能采用了种巨弹肌腹保行挂架,以及组合降低雷达反洁面积,降低研发难度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 试试试 esas试试 temporary 试试